警官 你看 请注意 请注意 我这里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 你看见不见得好 怎么跑 什么呀 站住 站住 小心点 没长眼睛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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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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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开枪了 向上级解释 是一件很苦恼的事 对不起 我要走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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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大姐 我需要一个房间 你有钱吗 房间在哪 歇马 过来 满意吗 我先把妞儿叫过来 姑娘们 姑娘们 快进来 快进来 来了 来了 宝贝们都进来 都进来 快过来 快过来 让大哥好好看看你们 选一位了 一定吧 好了 你留下 你们几个都出去 怎么美气啊 顺多天下 阿丽莎呀 天心你 好了 好了 我们走了 走了 好了 好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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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一直都照顾你了 是 你得先付给我钱 我早上七点再来 祝你们晚安 快点 häufig 什么 还好 腌胜 今天 财 起床了 你是谁 夜里给你送宝饼的仙女 我们之间没发生什么吧 如果有也是在你梦里 如果不是这样就再好不过了 可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 我很冷啊 你裹着被子 而我的衣服你看见了只有内衣 是啊 你听好了 我得走了已经超时了 你去哪儿 你真丑人 陪你的时间已经到了 等等 去点商店帮我买点吃的 你自己干嘛不去 去一趟吧 好吗 好吧 那你得跟仙妈先说一声 我和那些小姑娘们 有时候偷偷吃面条和面包 然后妈妈就用棍子打我们一顿 让我们减肥 我一直打算去当芭蕾舞演员 现在正在参加训练班 你知道吗 大家是多么积极地花钱 在进行把课训练 不错 已经坏了 坏了就别再吃了 听着 你能帮我个忙吗 怎么报答我 怎么报答我 我给你钱 你不正需要钱吗 除了钱就没有别的了吗 过来 坐下 坐 你很漂亮 就是说我只盯了你 我想请你帮我去见一个人 匪徒 当然不是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不想去见一个扭曲的人 你不要让我去了 你就是去和他见面 得到他的电话 就是电话而已 你有没有更体面一些的衣服 如果只是见一个扭曲的人 见面 那个当然可以 你的那个唯美主义者 在哪儿出没 看见那个有胡子的先生了吧 到他那儿去卖弄一下 跟他说 你是一个 对任何历史文物 都感兴趣的大学生 总之你说你想说的 但我需要他的电话号码 明白吗 去吧 放心吧 这次展览吸引了很多社会 本台记者在现场报道 好好好 对不起 您好了 您来了快好了 没错 这幅画是摩奈的作品 虽然不是他最杰出的画作 这些作品都是很珍贵的 对于研究那段历史 是有很大的价值 您好先生 我也对那段历史很感兴趣 你对那段历史感兴趣 您这么年轻美貌 还对历史感兴趣 您来参加拍卖会 是的先生 我正在学习那段历史 非常需要您的指点 那太好了 我研究那段历史很久了 我们可以聊一聊 这是我的名片 您随时可以打给我 我真的希望 能够跟你好好地探讨一下 我会打给您的 太好了 随时随地 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很高兴认识您 能认识您 我也很开心 这真是太好了 记者给我打电话 随时随地 很高兴能跟你一起探讨莫奈 历史学者的电话 谢谢 亲爱的 对不起 稍等一下 喂 您好 乃满先生 您找我有事吗 关于手稿 我有一个对您 十分重要的信息 先稍等 你是谁 关于这个 见面的时候您就知道了 但是为了您的礼仪 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打的电话 不要带那些恐吓您的诽谤过来 尊敬的乃满先生 在巴黎的情况 您应该很了解 您很清楚 是谁开枪打死了法国警察 好吧 你约我想跟我说什么 亲爱的乃满先生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对这部该死的手稿入围 但是我知道 首先是你需要他 你太想得到他了 于是求助于自己同年时的伙伴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太清楚了 否则 你也不会来付这个约会 我愿意跟您做一笔交易 我给您手稿 我怎么得到手稿 你别管 你帮我做件小事 那您凭什么认定 我会相信的手稿在您的手上 并且我会帮您做我尚不清楚的那件事呢 说得没错 乃满先生 因为在爱情面前 每个人都会努力为自己争取的 我认为 这部手稿 对您就如同一位令你着迷的女人 因此 你不打算与沙皇分享 加上你所担心的刑事犯罪的危险 你是不得已才求她的 现在我来帮你拿到这部手稿 你不需要与任何人分享 那好吧 那么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有一个喜欢的女人 你有一部喜欢的手稿 我愿意公平交换 你最好能说明白点 好吧 沙皇他关着我的女人 我给您手稿 你帮我把这个女人救出来 这个买卖很公平 你认为我会同意你的条件 这我不清楚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沙皇呢 你我交易最有力的 是不用你再跟沙皇玩捉迷藏 他是个非常危险贪婪又残暴的家伙 这就是你 那好吧 如果我要不同意呢 那我就把这部手稿烧掉 并且把你的秘密都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我想你现在一定把这事了解得很清楚 你知道是我非常想要得到这部手稿 所以你认为我会帮你 这很简单 如果现在你已经不再需要这个手稿 那么今天来和我见面的 肯定是舍尔汗他们一伙 我希望你五分钟之内不要离开这个地方 那好吧 你先走 这部手稿烧 亲爱的布林娜 我的爱人 给您写信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幸福 可是此时此刻 却是犹豫一种特殊情况 迫使我不得不拿起笔给您写信 您当然知道 我的妈妈 托格尼瓦 阿纳斯塔西亚 毕德罗夫那公爵夫人 不赞成我的文学创作 她认为我的生活极其荒诞 而认为我对您 以为有父之父的爱情 是一种罪孽的情侣 于是 妈妈最近立下了一份遗嘱 说 如果我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便公开放弃对您的爱情 就剥夺我所应得的遗产 您知道我亲爱的 对妈妈的巨额财产 我总是抱以冷淡的态度 无论给我什么样的财谱 我也不会放弃 哪怕您瞬间投给我的一票 现在 唯一令我忧虑的就是 暗受养育权 生活在您家的小布林卡的命运 新的情况 迫使我不得不透露 她出生的秘密 我应当承认 与你相依为命的这个小姑娘 是一个女农奴所生的 我的不合法的女儿 一位普通的俄罗斯农妇 阿弗多吉亚伊尔玛拉耶夫 对她的不幸造势 我将痛到众生 很遗憾 我祖国无情的法律这样规定 女农奴无法继承地主的身份 可是 我绝不会让我的女儿 过着穷苦孤独的一生 恳请你 我的志愿 将来 一旦我离开这个世界 请在我亲爱的女儿 成年日的那天告诉她 她父亲 给她留下了一个丰富的宝藏 她将会像童话般富有 不单是她 甚至她的后代 也将享有这宝藏内无尽的财富 让他们拥有富足的生命 请状告她 藏宝的地方 我隐藏在 列人笔记的手稿里 为了不让坏人利用 我会将破译密码 再通知您 亲爱的布林娜 愿您禁欲在无尽的爱里 永远幸福 爱您的 一番先软也为情 吐个念佛 吐个念佛 出来 有什么新消息吗 这个消息你肯定不敢相信 为什么 我们不是正在寻找 吐格尼佛的研究者 列弗利尔吗 对 怎么了 你猜 这个学术权威住在哪儿 你快说吧 在布林娜 那个西班牙歌手的故居 什么风把它吹到那儿去了 走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方法 接近这个列弗利尔 我跟我在巴黎的同事们 说了这个事 但是他们不赞同 我对列弗利尔的怀疑 他们说 列弗利尔是一个 非常令人尊敬的公民 他极其认真地交纳水金 他们跟他一点偶尔地 接触也没有 而且 他还是所有文学院的 荣誉成员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正正经经地 吃点东西啊 你什么意思 将军赞赏了我们利用 李虎和李大牛引诱犯罪集团的计划 看来 让你请我吃饭的希望不大 所以还是我来请你吃饭 走吧 我就住在这里 这可是个大人物啊 这个是安德罗伯府 前司空总书记 我小时候见过他 关于这些元帅 院士和政治局委员 我只是在书本里读到过 在电影里看到过 这是我爷爷原来的住宅 所以这些应该是他的邻居 他原来是空军元帅了 哦 哎呀 这么说 你原来是元帅的孙女 没错 还是将军的女儿呢 走吧 等等 那饭店的晚餐怎么办 这里就是最好的餐厅 我妈妈做菜半局了 可是我却完全不会做饭 也不喜欢下厨房 啊 就跟我爸爸说的一样 大家都有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不过啊 以后我还是下次了 太麻烦了 啊 快点走吧 不就是个晚饭吧 我又没别的 妈妈 电视一下吧 这是我从北京来的同事 魏平 阿姨好 你好 很高兴来我家吃晚饭 快请进 哦 不不 不用拖鞋 请进 有什么不好意思 放松些 我也不好 我没看出来 爸爸 爸爸 我们已经回来了 你好啊 女儿 爸爸 认识一下吧 这是魏平 他来自中国 是我们绝的客人 我们在一起共事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 叶丽山的围棋 不要紧张 我爸爸非常善良 只是有些不爱说话 你们都站着干什么 快到桌子前面 像在家里一样 千万别客气 来 请坐 谢谢 请坐 请坐 好 馅饼马上就好 你们很累了吧 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 不用担心 我不是今天才回来的 怎么 不是今天 你呢 你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 就把客人带回来 让他吃点热的饭呢 妈妈 我今天费了好大劲 才把他带回来 你看他现在还不好意思呢 你还想让我把他从机场 娘 其实宾馆里的自助餐 也非常好吃 那叫什么饭哪 宾馆里有什么好吃的 妈妈 你真可爱 天哪 我们开始吃饭吧 你想要点什么 我来吧 顺便说一句 我妈妈什么都会做 来 喝点酒吗 我不太会喝酒 来到俄罗斯 应该喝点欧德嘎 不 女儿嘛 就来点香槟 好的 你还想让我女儿也学会喝酒 香槟没关系 我妈妈直到现在 还认为我很小 我的妈妈也是这样 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的父母都很普通 妈妈在家做家务 爸爸呢 是个历史学家 她在历史研究所工作 那你还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没有 我是独生子 我们也就只有妮娜这么一个女儿 她爸爸非常溺爱她 我总对她说 你要这么溺爱女儿 她就永远嫁不出去了 有这些做什么 年轻人快吃吧 好 你知道吗 年轻人都让她爸爸的声音 给吓得不敢接近她了 她会在电话里大声呵斥 把所有的年轻人都吓跑了 没关系 我给你拿个干净的 年轻人 您在哪个部门任职啊 国际刑警组织北京中心局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部门 我也有一个中国朋友 我们一起在总参学院学习过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现在是你们那儿的将军了 馅饼来了 快尝尝 请品尝 爸爸 你知不知道魏平他会功夫 我曾经见过几次真是太棒了 比城楼还厉害 这非常值得称赞 魏平你知道吗 我爸爸可是一位桑博士摔跤名手 你会长期留在莫斯科吗 我想不会太长时间 任务完成以后我就会回国 祝你成功 来 我祝你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早日回国 你好 生意怎么样 看红货 你呦 去吧 阿丽莎在哪 你想找谁 各种各样的都有 今天不尽性宣伪 那好吧 你先休息一下 马上就剥离 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吃了 你告诉我 你到底干什么工作的 做什么 我是音乐人 拉小提琴的 听说过这种乐器吗 得了吧 我却从来没有来过音乐人哪 我们有四个人一起演奏 不过 现在 只剩下过一个人 那你怎么不住在家里 被赶出来了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好可怜 有了 你要帮我吗 我没有文化 根本不懂 对这个没有要求 我感觉这就是梦 我会从梦里醒过来 你看到院子里 夜晚王群在吼叫 你会害怕吗 是的 我怕 不用怕 有我在 谢谢你们 我该走了 馅饼非常好吃 这么早就要走 是这样 明天会是很烦忙的一天 还要上早班 我就不能再坐一会儿吗 妮娜给你看过 她小时候的照片了吧 不说阿塔丽莎 你难道没有听见吗 年轻人明天早上 还要上早班 你等一下 带到宾馆去吃 记住 谢谢 无论什么时候 都是家里的饭最好吃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你们的款待 谢谢 我去送她 妈妈 我回来了 好的 你先歇一会儿 女儿到我这儿来一下 什么事爸爸 孩子 告诉我 这个来访意味着什么 不过 是我们在一起工作 为什么这么问 你还记得你最后一次领年轻人回家的事吗 爸爸 你怎么提出这么难的问题 我不记得了 而我却记得 那个阿利比尔特 哪一个阿利比尔特 哪一个 阿利比尔特 就是四号住宅的马尔霍夫将军的孙子 他来找你添写八年级的准考证 顺便说一句 当时你妈妈也给他做了馅饼 好爸爸 你倒是想起来了 真可笑 你知道的 对我妈妈而言 无论是谁 他都愿意烤他的馅饼来招待客人 就连猫也不例外 不要瞎说你妈妈 我可不想说这些可笑的事 因为我作为一名父亲 应该清楚地了解 你此次带这个年轻人回家的目的 你母亲希望你嫁人 你应该理解你母亲 你们真是完全疯了 喂 谢谢 我的爸爸妈妈都非常喜欢你 是卫萍感谢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是 是 明天见 这是我们所有阅语人员的详细资料 时间 地点 都在这儿 这个计划太危险了 我们必须再一次全盘考虑 对 或者申职 不行 最好按法律办事 二弟 师父教过我们 任何时候都不能退缩 遇到困难 我们一定要克服他们 就这样 二哥 我还是同意大哥的 你们在争什么 他们还是想要行动 没事 我的少校 有谁会在乎我们说的话 这样 我负责李大牛 你 负责李虎 这个人我不信任 你什么意思 我还不相信你呢 那就不用说了 你李虎是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 我是执法者 怎么能谈信任呢 那谈什么 好了 你们俩不要再吵了 怎么像小孩一样 来 我们研究一下具体方案 是 卫平 谢谢 我还不可 你呢 那我自己喝吧 你怎么这么担心 表都被你看出洞来了 时间还是走不快 现在的时间 还有一火遮皮呢 你的兄弟都是高手 不会有什么不妥的事迹的 功夫不是个月玉专门发明人 他有不少用处 他的用处不在这里 有一本书 可以作为月玉的参考资料 是什么 明注还是应该读的 基督山伯爵 叶罗斐爷府说得很明白 不会这么简单放走他们的 跟将军说 你的超人们 从鬼皮子底下溜走的时候 怎么不着急呢 你自己呢 有几成胜算 说实话 我很想破了这桩案子 并抓住罪犯 可如果他的人想放鸽子 我不反对 尽管我觉得这种越狱的故事 是愚蠢危险的冒险 嗯 你看多漂亮啊 真是太漂亮了 是 非常可爱 我在做这次劳之前去过可里姆 也认识了一个女歌手 在小酒馆里 她唱过歌 你认识她 你骗人吧 你 所有人都到床上去 马上就要熄灯了 报告中校同志 这次劳房里的情况一切正常 警戒情况良好 管教的数量已经加倍 武器装备情况良好 请问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什么指示 就是要看好两个重点监视的对象 我们今天要办一个十分精彩的马戏表演 是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飞去 有情况 过去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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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知道不是 快快 拉着拉 Ellie 快 快 2007 向前 将来 任努正 声 tow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呢 射击训练嘛 请保持距离 用黑盘法令 我们是有权开枪的 没事吧 没事 躺在那儿 射击 政府大使冲来吧 冲枪吧 刀骨创老费的地上 我们将冲开枪吧 要不这样 怎么回事 不要帮助我 看见呗 可能是我们要等的人来了 是 有黑鹰 快 走 快 走 车没事吧 看来没什么事 驱惊一场 幸好刚才闪得快 你们还好吧 没事 没事 大哥 老三 这是钱和手机 好 我再重复一遍任务 大哥 我们相信 骗你来俄罗斯的那个黑帮 在电视上看到你约遇之后 会再来找你 所以你要跟我保持联络 只要他们一出现 就一网成金 嗯 三弟 你去找你的私人团 只有你 见过那个神秘的孤主 我希望你可以 领我们去把他抓回来 明白吗 那以后 普斯托委也会跟你联络 我可说过了 我不会出卖巴扬 所以我不会留下任何联系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会自己和他联系 川家 别发表演说了 该走了 天快亮了 马上就好了 快点 早间的新闻 会报道你们约遇的消息 到处会张贴你们的小想 所以你们千万小心 千万别被抓住 不然 我们所有的计划 就饱汤了 你们不用担心 我们会监视你们 好 祝你们成功 来 一切平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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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但你忍耐了 我太鼓励了,你不忍耐 我你的 транзитный乘客 我虽然,你忍耐了 你不是我的 транзитный乘客 我太鼓励了,叫你,但你忍耐了 我太鼓励了,你不忍耐了 我你的 транзитный乘客 我虽然,你不是我的 транзитный乘客 你不是我的 транзитный乘客 我不能回到 妈,真是太棒了 维克斗,您的音乐总是让人这么感动 我真的很佩服你 真不想接 你好,请讲 亲爱的纳塔利亚 您不爱惜自己 四点了还在工作 太辛苦了吧 您怎么知道的 是啊 我忘了您什么都能知道 不,纳塔利亚 我还远远不知道全部 比如说 我想知道 您允不允许我今天见到您 老实说吧 我现在并不想见到您 可是之前我欠您一个人情 因为您按我的要求保住了一条人命 所以我现在还能说什么呢 您什么时间过来 我都会欢迎的 谢谢纳塔利亚 好的 纳塔利亚,我们去吃饭吧 想去哪儿吃俄国菜 哥鲁吉亚菜 要不我们去吃中国菜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想吃 我想想我要吃点什么呢 一叠野草莓 一叠冰李子 好喝的香槟 那么的可口 金流沙 能给我来一叠野草莓吗 总之 我要吃些平时想不到的东西 我先走了 你 我先选择 醒醒醒 我 MAFIR